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天晴 11月尾,一場由中共極端清零政策引發的白紙革命在海外燃燒 部分參與抗爭者遭到中共的打壓和抓捕 為協助抗爭者維權 有近30位人權律師組成律師團提供諮詢 海外人士則倡以偵襲惡人榜 而全球最大黑客組織亦宣佈加入聲援的行列 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一棟高層住宅樓 而因過度封控延誤了滅火救災時機,造成嚴重傷亡 11月25日,烏市首先發生大規模街頭示威 11月26日,抗議活動蔓移至全國的各城市 上海、武漢、北京、成都、西安等地都發生了街頭運動 高校抗議活動由南京傳媒學院率先響應 隨後陸續有超過50所高校參與抗議活動 並得到全球多過華人的聲援 據傳,南京傳媒學院首持八指抗議的女學生李康蒙至今失聯 可能遭到警方抓捕 而多地也陸續傳出抗議學生遭到抓捕的消息 網名為李少少的警雪琴 也在武漢的抗議現場被捕 後來遭到拘留5天 提前1天在12月2日釋放 他特別透過朋友在網上向研究現場被捕人員的網民和媒體表達感謝之意 警雪琴表示 與他同時被捕的超過20人 希望媒體持續報導跟進 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抗議事件後 不知多少現場抗議者被捕 有志願者曾向上海警方發出警告 要求48小時內釋放被捕的所有勇士 否則將公布隨匯區湖南路派出所100名警察的個人資料 11月29日 全球最大黑客組織匿名者Enormous發Twitter說 我們與中國公民站在一起 反對共產主義政權 聲援白紙運動 並且提出5點訴求 12月1日下午 該組織宣布展開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中共政府網站 並且連續發表多張網工照片 宣稱他們已經Hack入了中共政府網站 癱瘓部分網站 已經控制了部分中共的安全監視器 還發表了上海國安局長王寶坤的身份證和上海市警察名單 八指甲命發生後 為了聲援站在反共第一線的國內勇敢的抗爭者 海外人士持續在全球各地舉行聲援活動 前深圳異見人士林申亮和旅美前人權律師王清鵬 則倡議搜集惡警資料 建立黑暗檔案 為惡人被清算時提供證據做準備 早前 林申亮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目前搜集到的惡人有十多人 因為尚未為整核實編輯 核實員會定時發表 轉發到微信讓所有看到的網民都能夠轉發出去 最希望的是惡人的家屬能看到這些資訊 知道他的家人正在做著一種反人道、反法律 對和平示威群眾下手的惡行 林申亮在2017年就曾倡議設立惡人榜 他因此而入獄兩年 林申亮說 當時我苦苦撕殺 面對公權力毫無節制的侵犯 我們作為普通民眾 是沒有強大力量去對抗 這樣就用非對稱的方法搜集惡人資訊 一來可以壓止他們行惡的動機和行為 二來可以讓他們將來被清算的時候提供部分證據 不要讓他們成為漏網之餘 王清澎12月2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這幾天經歷了人生中最難忘的一個階段 王清澎相信很多人和他一樣 都在激動、亢奮、流淚、祈禱中度過的 由11月24日烏魯木齊大火後走向街頭要求解封 到11月26日上海民眾走向街頭高喊 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 至今開始平緩 所有關心中國的中國人 或者曾經都經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衝擊 王清澎認為這次抗議是一次偉大的壯舉 前所未有 開啟了中國新時代 王清澎由四個方面去分析 第一 啟蒙的效果拉開了 很多人通過這次全國全球抗議 開始清醒 開始思考需要一個什麼的政府 在一段影片中 有一位袁女士指出 她是在2022年才知道中國是沒有人權的 然後袁女士勇敢地走向街頭 開始立喊 發出敲聲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袁女士說出了大多數人的心聲 得到周圍無數群眾的支援 第二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勇氣 之前說起中共 不要說不敢公開罵共產黨下台 或者習近平下台 還有很多人聽到都不敢聽 現在能夠上街公開抗議 對於中國民眾來說是很大的突破 這次帶來的勇氣就好像打了抗體 不僅不會再被中共蒙蔽 還會帶動更多人去抗議不公 第三 奠定了民主的初刑 這些抗議追求公義的人群不會再沉默 會慢慢成立自己的團體來對抗中共 各地之前活躍了很多公民 雖然不少人還在監獄 加上這次抗議的群體 再加上體制內開明人士的消極殆功 中共這台龐大的機器 就會慢慢停下生存的腳步 第四 得到很多海外華人的支援 中國人從出生到死 都是被蒙蔽恐嚇中度過的 即使移民了很久的人 也很難有心理上的自由 這幾天 很多移民的朋友在Twitter發聲表示 都是通過這次聲援國內抗議 才得以克服心理的恐懼 黃清澎表示 當恐懼的人民不再恐懼 將是暴政的末日 中國的民主法治已經拉開了罪魔 我很樂觀地說 這個速度比我們想像的更快 現在我們海外志願者 在想辦法尋求推倒防火牆的各種途徑 推送各省的在押政治犯 來支持聲援這些政治犯和活躍的公民 在未來組建團隊 進行美好中國的建設 前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張志廣 12月3日發Twitter表示 A4白紙會一直進行下去 這次是為最基本的人權而戰 這是一場全人類的戰爭 張志廣指出 中共是與人類爭奪生存空間 中共的存在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以後中國糧食能源會越來越緊缺 毫無疑問 人民為生存而反抗中共暴政的行為勇氣 會越來越強烈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希採訪報道 今次的《伤識樂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的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